中东非洲执行伪战习近平抵达毛利球斯过境及访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东非洲执行来到伪战,他于当地时间7月27日以抵达毛利球斯过境并进行访问。 习近平在南非出席完经砖国家峰会后,目前已抵达毛利球斯过境并进行访问。 中西社 习近平搭乘的专机于当地时间7月27日晚上抵达毛利球斯的拉姆古兰国际机场,毛利球斯总理贾格纳特意有到场迎接。 习近平表示,刚抵达毛利球斯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申请后裔。 中毛关系友好,期待与毛利球斯总理贾格纳特就中毛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看法。 而贾格纳特意表示,欢迎习近平过境毛利球斯并进行友好访问,并称非常期待一日与习近平的会晤。 据早前报道,习近平此前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峰会,他约离开前有向新兴经济体积发展中国家呼吁加强与金砖国家合作,回应共同挑战。 为了不是就没出席金砖国家人总统责? 为了是太过去,回应共同的警察发展中国家人总统质量的本人